好,今天來玩一個新遊戲 這隻刀劍神域記憶重組 這遊戲呢? 其實就出了一段時間 在手機上 最近就剛剛出了這個國際版 有繁體中文 好像不知兩三日前 今天來試玩一下 有興趣的都可以去Google Play搜尋一下 你打這個名字就找到 因為我看到這遊戲的試玩影片 我看到好像挺好玩的 所以現在來試玩一下 即時戰鬥那種 自己也不肯 挖動 逐攻擊 挖住你的肺 正常新手關卡的怪物應該不要攻擊 要橫拖的 如果主機出一隻這樣 應該蠻好玩的 容易橫拖 用手掣來控制 應該比較過癮 手掣怎樣都會用手機 不要因為你們 怎麼會用轉移水晶 怎麼會用轉移水晶 用不到轉移水晶 用不到轉移水晶 看PV片也有說過 這遊戲是 用回動畫的劇情 即是用回原作劇情 對 對 對 打BOSS 動畫中差點秒殺了主角的BOSS 在這裡居然變成教學關卡的BOSS 真可憐 對 防珠 彈開 哦 二刀流 對 技能 哦 這樣就秒了 一招技能就秒了 系統蠻好玩的 如果可以用手掣就更好 快速跳過 反正劇情 動畫 動畫看過 又不是新的劇情 又不是IF劇情 又不是原創 哇卡 創招 又變回一開始的劇情 初次相遇的時候 飛過飛過飛過 我自在想試一下這個系統 我不要看你的劇情 打那隻 不知道狼還是狗 好 真的很過癮 完全是自己操縱 如果主機也出了一隻這樣的話 應該 我想我應該也會買來玩一下 即是 有些少 時空環境的感覺 傳說系列 不是最新的 是最舊的傳說系列的感覺 最舊的傳說系列 即是 第二世代 第一第二世代 就是這樣 橫軸戰鬥 自己左右來走 然後打 再用技能 以前的RPG就是這樣 我掛了 現在傳說系列 已經全部中了3D 打鬥系統 已經 對了 2D那些 已經不再用了 有少少懷念 以前的2D戰鬥 一隻 升一級 這個Online也算二升 補償 哇靠 結晶碎片成二 哇 大坑 完全是大坑 我只能拿一個 YOKYBOY? 召喚同伴 這隻手架 召喚同伴 首次免費 這隻手架 抽回自己出來 啊 抽 銅銅 抽了銅銅 來幫自己 咦? 伙伴呢? 當然是換你 你三星 等等 噢 好有以前玩的那些 以前 世家機 紅白機 都很多這些遊戲 是橫足戰鬥的 一直向前走 然後有些怪 好像那隻叫什麼呢? 吞食天地啊 好像以前那些吞食天地的感覺 玩上去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遊戲 用這種2D系統 好懷念啊 好像在玩吞食天地 玩上去 蠻喜歡的 嘩 還有這麼多禮物 嘩 不玩不行啊 喔 阿斯蘭夜晚的貼身 陳衣 嘩 不玩不行啊 一定要繼續玩下去 這是不是其他玩家 是其他玩家 應該不是NPC 好懷念啊 好懷念啊 不知道做什麼Kill啊 砍砍砍砍砍砍砍 解放? 噢 那些最常見的技能樹藝童 有一段時間你玩啊 尤其是在手機遊戲 真的有一段時間你玩啊 大坑大坑 好懷念啊 原來我有兩個四星的啊 頂啊 我不夠COST 哇靠你看看他的樣子 好像剛剛什麼圓一樣 呵呵呵 回味著 啊 鞋都不穿啊 陰公 鞋都不穿就出來打了 OK啦 現在得入還送兩張四星的角色給你 即是等於兩張四星卡 我不知道好還是壞了 我不知道這遊戲最高是多少星啊 應該都是五六星 差不多 始終真的用手掣好像好一點 那些系統 用手機啊 總是 可能我自己 我自己習慣問題 始終我自己玩了十幾年都是用手掣 之前都沒有什麼時候玩的手機遊戲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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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啦 哇 看你的樣子看不出你太好抽 欸 這個 這個 這麼零恩 我想不到連他也有賣 對,塞落的歌裡面的哥倆姐姐遊戲裡面的原創角色 最後就來,抽個伙伴,39顆 5顆抽一轉? 多貴厚 抽一個,有什麼想法 嘩,卡維尼! 悲劇的 悲劇的少女,見到你我就想起你那段 見到你我就想起你那段慘死的劇情 悲劇的少女 今集就玩了這麼多次 這遊戲我想就不會長玩了 純粹過來試一下 隨便試一下的系統 始終比起手機遊戲,我還是喜歡玩主機遊戲多些 你明白的,主機遊戲起碼沒有那麼坑 你明白的 總之就是有興趣的,就找來玩一下 就這樣吧